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像网里面灌了气没放出去的那种种 这是出席电视剧《我们相爱吧》 发布会时的张心意 这空气刘海都盖不住的饱满额头 还有这挺拔的山根和塑胶感十足的下巴和苹果肌 这张脸透露给我们的信息 就是种这史上极限挑战的二姐 一就是膨胀的额头 夸张的双眼皮 还有不能忽视的下巴 一苹果肌那两条线是 杨幂今年参加明日之子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崩徒 还被人说是整容后遗症 难道说这漂亮的女生连脸不问题都一样 二姐这些年的脸 有时和杨幂顽撞脸萧萧了 有时又和姚迪傻傻分不清楚 还偶尔客串copy一下上文解 二姐自己发的这种假脸照片也很多 网友也都质疑她是不用整容了 每次网友说二姐脸假了 脸肿了啦 张心意就会澄清说是因为浮肿 你说浮肿就浮肿了 我们又不是没见过你以前的样子 这是拍武林外传 时候英气十足的二姐 而不是现在肩下巴 网红脸的样子 跟现在有很大差别吧 其实张心意不是这几年 才被网友怀疑整容 我们看一下对比图 左边的是北京爱情故事的时候 右边是演新闺蜜时代的时候 肉眼可见的苹果鸡和下巴 丰满了起来 同样的角度和姿势 但是这脸嘛 就变得有点奇怪 不知道说什么好不过 虽然二姐的脸有整容嫌疑 可是她直率爽朗的性格 才是最大的吸粉力气 之前质疑二姐和云红的声音那么多 俩人还是很恩爱的过自己的生活 还是祝福二姐和老袁 以后有了小宝宝要更加的幸福